你又怎样看金碟呢? 如果从昨天的走势来说 大成交大洋触上 短期走势应该都不错 极强势 刚才在说金山软件的时候 也提到一个因素就是 在今年第一季或者第二季打后 其实你见到内地的企业活动 受惠经济复苏或者叫做经济重启 其实那个生意是不错 而金碟最主要是做一些商业软件应用 所以在这个行业背景之下 其实金碟国际也应该是一种其中的受惠股品 过往一些业绩的落差或者上落 其实最主要是受到本身的研发开支影响 当然九年来说 或者今年二月的浪就是大市 但如果你看到目前行业的周期 至少上半年来说 中期直接报告出来 其实今次应该有一个 交到一份不错的中期业绩出来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见到昨天在中期业绩就快来 而见到资金密密密在近期 开始报处收集 股价由22.56水平慢慢推上来 昨天再配入A股一下大升 其实我觉得短期走势应该是不错的 可能会突破三十元关口 在企业里面找到